大家好,我是Den 这两天只要在韩国搜索 曹严的名字的话 关键词就会出现 曹严泰国烟 也登上了热搜榜 甚至不管是新闻 YouTube影片 也有很多关于曹严泰国烟的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在AOA几名正义爆发后 曹严也因为被质疑是旁观者 持续收到了很多网民们的攻击 当然在曹严的IG留言区里 也能每天看到各式各样的酸鹰 而其中这两个留言 引发了这次曹严泰国烟的争议 姐姐,我刚看了勇敢的记者们 在泰国饭店抽烟触发了警报器 让大家都紧急避难了吧 连我弟弟都不会做这种事 看了勇敢的记者们惊悚 哇,所以勇敢的记者们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记者们出来下拜 不是 记者们出来讨乱演一节大小事情的节目 而在2016年9月播放了这样的内容 为了拍广告去了泰国 广告商提供了最高级饭店 各自回到房间的A某跟工作人员 突然饭店的火在警报器响了 在A某的房间里发现了烟雾 是A某回房间后偷偷抽烟 饭店里的客人纷纷避难 但是A某的态度更加惊人 因为是A某犯的错 应该要马上道歉的情况 但是A某却说 我不知道这里是禁言 算了,会交给警方处理的 制作组告知了A某的身份 并向饭店求饶 但是饭店不领情 制作组都跪下来赔罪 为了收拾A某犯的错 制作组放下了自尊性 但是A某一点都不关心 甚至还因为要自拍 迟到到达拍摄现场 但是人品不好的A某 人气跟销售额是TOP 受到各种羞辱 还是跟A某续约了 所以那些网友们确定 这里说的女明星A某 就是Solian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A某的这种态度 在成员们面前也发挥 因为是在成员们面前 所以不是演员 应该就是女团 而就在前一阵子 发生了AOA对立的事情 所以那些网民们就确定 这个团体一定是AOA 这是发生在休息室的事情 A某都是用下巴来交流 拿鞋子过来 拿咖啡过来 不说话 用下巴命令 在队里心地善良的成员B某 是A某专用跑腿的人 那些网友们猜测 B某不是QA就是米娜 A某跟B某发生了一点争吵 心地善良的B某先道歉 算了 反正我们是商业关系 A某喜欢喝的咖啡是咖啡心兵乐 如果买别的咖啡来 就会被骂 用清纯的脸什么脏话都说 因为人气冲天 所以连所属公司代表都无法控制 因为成员们关系不好 都是在进行个人活动 然后也刚好在201516年 曹专为了拍广告而去了泰国两次 所以那些网民们 以及被煽动的网友们 都百分之百的确定 在泰国饭店抽烟的女明星A某 就是曹专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节目的YouTube影片底下的留言 这个以前有谣言说是曹专的时候 粉丝们都在护航 我就说一定是曹专 就是曹专 之前有去泰国拍广告 也说过因为做艺人很幸福 曹专来朝拜圣地了 你也跟几名一起退出演艺圈吧 对 曹专特别喜欢星巴克 不只是这些 还有更多更严重的留言 当然其中也有 要说这些话的话就公开名字吧 不要让无辜的人受害 这种理智的留言 首先昨天所属公司FNC娱乐 马上发表了声明 泰国烟谣言不是曹专 对于酸民会强力对应 在米娜爆料那么惊人的内容的时候 迟迟不回应的FNC娱乐 能这么马上强力的回应 就表示这个女明星应该就不是曹专 而且在这个部分 女明星最喜欢喝咖啡新冰了 AOA的粉丝们应该知道 也有很多媒体报道过 草莲最喜欢喝的是冰美式 甚至在大冬天也会喝冰美式 真的是让你们失望了 对 这次又是那些脑袋有问题的人 不不 根本就没有大脑的黑粉们 在创造争议 现在这个年代 当黑粉也要做点功课的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名字而爆红的男男一头 这位就是 Seventeen的Escoups Escoups用韩文写的话就是 Escoups四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论坛上流行 只要有人上传有关Escoups的天文的话 底下就会出现一大堆 随便做四个字当成Escoups的名字后 留言的梗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神罗民国脸真帅 Subway真帅 Avocado好可爱 预袭复袭的脸真的好帅 动物森林加油 果然是Twice 长得就是帅 Louis Vuitton长得好帅啊 邋遢队真帅 大家能看出来是什么梗吗 看不出来 就算了 unthea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